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方也是耐阴的聚合草 这个是粉花的聚合草 现在花期已经快要过了 其实它做一种山野的搭配还是很漂亮的 这个地方是一棵山梅花 现在花期还没有到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也是比较偏山野气的这种枝条 然后这个也属于比较耐阴的荷包牡丹 这个是国内的原生品种 下面是麦冬 然后这一块就是比较喜欢阳光的 这个是林叶绣线菊金色喷泉 其实金色叶子质感非常的好 花期也马上就要开了 到时候小碎花还是很漂亮的 然后这一块就是 这个是美丽小药 是属于一个原生的品种 原生的种 下面的话就配了比较耐阴的玉璋 香根草还有这个蓝树耳这一块 这边有一个新品种 也不是新品种吧 就是国内今年引进的比较多的 这个是那个新烟牛车草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那个甲物忘我 你看不知道拍不太清楚 这个小花的话是比较像乌万我的花的 但是具体表现如何在我们这边 江浙户我还不好说 只是说现在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这里还是聚合草 然后这个是金谷草 然后这一块就是一个入口的区域 入口区域的话 以喜阳的植物和开花植物为主 那这个就是白色的漏斗菜 然后下面配的还是这个半枝莲 和这个金色的金叶苔草黄金发丝 这黄金发丝还是蛮值得推荐的 一个是颜色鲜亮 另外一个是四季藏绿的 那左边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正在开花的银莲花 其实也还蛮漂亮的 那我们现在往里面走的话 这一块是一个休闲区 那后面的话基本上是阴森植物为主的 还是以玉簪 那这边有一个山秀球 它也是看起来比较自然山野的一个枝条 那这里是营养货 预簪 预簪 再就是这边的那个林毛爵秋枝光辉 秋枝光辉有个特点 它的新叶呢 带一点铜色 就有点金属质感的 这里还有一个我要提一下的 就是那个拱铜 这是我们的种菠苗出来的 它是要开花到什么时候我们还不好说 但是它的叶子的话也是很漂亮的 像这种拱铜这种树的话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小时候比较喜欢阴凉一点 长大之后会比较喜光 这是在很多那种森林里面的树 经常有的习惯 小时候因为得不到太多光线嘛 长大之后的话会对光线要求比较高 这边还有一个是紫蓝枫林草的黄花二虫 除了这边有一棵 这边还有两棵 高度的话都比较好 然后也比较轻盈很漂亮 紫蓝枫林草今年国内已经有好几个品种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的就是那个 那个叫紫花万寿竹 其实也是很漂亮的植物 现在花期刚好过了 所以就是只能看见这个剩下的这个果子的这一块 其实它有点像玉竹或者说像黄金 叶子也很漂亮 但是在花期的时候下午会更好 这边的话就是还是荷包牡丹和这个是化绝 那个化绝有个缺点就是春天没一会儿 然后夏天可能种下就不是很好了 那这一块水的区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整个做的是一个废墟中的石块 然后岩浆喷出来 然后植物在上面重新生长出来的一个效果 上面附满了苔藓和水生植物 那到右边这边呢就补充了一点那个下雪片帘 然后有一些枫树和金叶石昌谱穿在中间 金叶石昌谱也是一个蛮推荐的植物 它在半水生的状态下可以生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是一个长绿的 那到水域这一块呢 因为我们江州户的温度有一点尴尬 就是很多水生植物还没有起来 所以我现在这个税帘是从广东那边调过来的 但是其实也就只有一朵现在开了 其他的也还没有调整过来 因为前两天浙江 呃 杭州忽然就是降温降到了七八度 然后所以状态还没有完全恢复 那花园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欢迎大家来杭州参加这个踏爆餐